就是你动的手术是吧 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有经过我们家属同意 就切了我儿子的器官 这是当时唯一可以保住他生命的方法 他的情况不能倒 必须立即手术 现在患者家属的情绪极其不稳定 最好不能让这个事情再继续发酵 影响你的工作和前途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你已经尽了你最大的努力 我会向院里说明的 对了 院长 我办理去德国的签证 需要医院出去的证明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收到 顾医生 我们今天特地请你来家里 你应该清楚我们想问你什么吧 对不起啊 林老师 您要的承诺 我现在给不了你 你应该是出版的 你应该是个女国旅行的